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ALSA的PM7本也是一名技术文档工程师 主要负责为开发者提供内容体验 我的工作日常就是和社区各种各样的开发者来交道 按需投喂技术内容 在我工作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 有一些在PALSA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但是有些也没有解决 不过我在其他的项目中看到了不错的解题思路 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给开发者设计 引人入胜的内容体验 我会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 开发者体验的定义和重要性 其次来分享一下怎么来设计开发者的体验 那先和大家说句抱歉啊 因为我的slide的内容做的很多 可能我不会面面俱到 但是之后我可以发给大家做日后的参考 那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开发者体验 相信大家对词都非常熟悉 它指的是开发者在使用和创建软件产品过程中的 一种主观感受 那么常见的软件产品有API SDK 库框架等等 那由于SDK是 由于API是我们最常使用的软件产品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就以API的开发者体验为例 那为什么开发者体验很重要呢 因为开发者也具备巨大的购买力 我们知道现在V2D商业模式的兴起 让开发者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那么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呢 截止到今年我们全球一共有2700万开发者 有将近90%的他们都使用API 而API的市场总额也达到了51亿美元 这都说明好的开发者体验 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为了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买家 我们应该怎么来设计那种体验呢 在设计之前 我们先来看业界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报告显示 开发者在使用API的时候会碰到不少阻碍 排名第一的就是缺少文档 以上是内容消费端的反馈 那内容生产端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说到我来自Powsell社区 Powsell的研发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API给用户使用 有的时候研发都会跟我吐槽说 这届用户太菜了 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们文档中不是写了吗 还不会用 然后我就去一查 我们有什么文档呢 我们只有一本大大的reference guide reference记录了API参数的各种细节 所以它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 我什么都有了 还要查自行车呢 有这种感觉的一般都是产品的研发人员 但是用户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文档 因为它只满足了部分用户的需求 所以毫无疑问 恒在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个gap就叫做context gap 知识的诅咒起效了 那么这个context gap会让开发者体验变得很差 那为了消除这个context gap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是context context它可以是与产品相关的所有的信息 它可以是5WRH 可以是和产品相关的宏观信息 隐含的注意事项 或者在使用产品时的环境 或者任何能够加深用户对产品理解 减少读解的信息 但是据我观察下来 我们很多内容创作者并不擅长写context 通常我们比较擅长写号 比如说把大象放进冰箱有多少个步骤 step 1 2 3 但是其他的context 比如说谁关心把大象放进冰箱 谁来放 为什么放 放哪台 怎么放 放这个操作有多少成本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没有说清楚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丰富的context 要说清楚它们 你必须了解行业的趋势 产品的故事 技术的细节 和开发者的心理 那具体来说 我们要怎么做呢 简单而言 可以分成三步 首先了解开发者 第二步去绘制开发者的旅程 第三步为旅程的每个阶段来创建内容 我们先来看了解开发者 这个也是context的终的步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去了解它们的角色 技能水平 编程语言 对内容的需求等等 我们首先可以对它们有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比如说了解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 像共同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 普遍来说 它们都比较喜欢技术事实 讨厌过分营销 然后它们在工作中最自豪的时刻 就是在开发完成之后 能大声地说出那句 I made it 另外呢 它们也有全人类共同的特质 就是享受偷懒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了解它们在学习API时 共同的学习习惯是什么 比如说 它们只有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才会去看文章 它们喜欢代码失利 喜欢自学 喜欢容易上手的东西 另外 它们还是动觉型学习者 喜欢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学习 那么以上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大致的研究 那么再往下我们就可以做微观层面的研究 比如说更进一步的去研究开发者的 RP types是什么 开发者原型是什么 那么根据学习习惯的不同 它们可以进一步分为 系统性开发者 机会性开发者 和物实性开发者 那么先看系统性开发者 这种类型的开发者 在上手API产品时 通常会非常认真的去看文章 会搞清楚文档的概念 架构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文档的时候 信息架构最好是按照功能来划分 而不是信息类型来划分 那么机会型开发者 他们在上手API文档的时候 上手API之前不太会去看文档 或者是更多只关注文档中的代码示例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写文档的时候 对重要的信息进行适度冗余的呈现 比如说在代码示例中增加一些有关概念性的背景信息 让它们不错过重要的背景知识 那么还有一种类型的开发者 物实型开发者 它是介于机会型和系统型之间 它们再学习到足够用的知识 就会开始上手API 追求极致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在设计文档入口的时候 就进一步的细分开发者原型 根据它们不同的角色和学习习惯 来制定学习路径 那么在对开发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 也就是绘制开发者组程 一般来说开发者使用API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它们会在网上搜搜看 找到一个合适的API 然后就开始上手试一试 还不错的话就会用它进行开发测试和部署 之后完成了APP的开发工作之后 就会开始推广 那么相应的它的旅程会经过 Discover, Evaluate, Get Started, Build, Maintain, and Celebrate 这六个阶段 那在针对每一个阶段 我们还可以借助价值主张发布 来对它们的主要工作任务 收益和痛点进行一个优先级和重要程度的排序 这个对我们来设计内容 也是能够制定方向 那在了解完以上信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为每个阶段来制造设计内容 我们首先来到的是Discover和Evaluate 这两个阶段 由于它们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来看 在这个阶段 开发者的任务是 我想找到一个合适的API 来上手的工作 但是呢 通常他们在这里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看这里排名第二的就是 我找不到合适的API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打开API产品主页的时候 通常看到的都是这些内容 比如说过于 偏Marketing的产品说明 过于简单的功能描述 或者是太技术细节的部署信息 再不是说这个内容不好 它们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为什么 开发者还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些信息没有在第一时间 回来他们的问题 也就是你这个API是什么 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 那我应该来怎么解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 开发者在评估一个API 是否合适的时候 通常会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产品方面 技术方面和商业方面 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 缺一个可能 照理来说 它们的内容分布应该是相对均匀的 但实际上 它们的内容分布非常失调 大部分项目的内容都是集中在技术方面 而没有说清楚产品和商业方面 所以我们相应的也要给这两个方面新增内容 那由于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就主要focus在产品的what和why方面 我们首先来看产品的what方面 开发者在了解一个陌生的产品的时候 他首先想知道的是这个产品是什么 这个呢通常是产品的一个标语 那像很多项目就会用一条类似这样的标语 an easy way to develop 大家觉得这句标语怎么样 看上去挺简单好记的是吗 那我来问一下 这位同学 你感觉这句标语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吗 让我很清楚地解释 让老用户放心了 刚才讲的 找老师 找老师 找老师解决一种 不是他要表达的东西跟用户真正想 不见了什么 是的 他缺失了很多信息 所以他并不是一条有效的标语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个有效的标语应该怎么写 那刚才我们说到呢 开发者是不喜欢 不喜欢过分营销 喜欢技术事实 那么所以一条以开发者为中心的标语 他至少要回答这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API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用它 你有什么差异化的优势 为什么你会让我的工作更简单 所以你会发现这条标语 竟没有回答上面任何一个问题 而且还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开发更简单 怎么来定义简单 是全流程更简单 还是部分流程呢 以及为什么它能让我的工作更简单 那这么一看 品牌标语确实挺难写的 不过它有一些通通的技巧 比如说不要用乏力的迟道来堆砌 然后你的Message最好80%是基于功能 20%是基于优势 以及在说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角度 不要说你 比如说 不要说我们怎么样 比如说不要说我们值得信赖 我们提供了最好的API 而要说你 比如说你能通过我们的API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另外呢 如果你想宣传产品的差异化亮点 但实际上又不太具备的话 你可以突出一下周边的服务 就像完备的文档 及时的技术支持 或者是拥有明星客户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右边这个是漫威的API首页 那么它一开篇就用两句话 非常简单的产品功能 和它的差异化的优势 也就是漫威成立这70年以来 累积起来的漫画资产 品牌效应和粉丝群体 那么到了这一步 开发者知道了这个产品是什么 下一步他想知道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产品 也就是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 那在这里 与其评估直居的去说功能 不如通过Use Case来展示价值 比如说当你说 我这是一个支付的API 有ABC功能的时候 开发者可能不能立刻 get到这个对它是否有用 但是如果你通过Use Case来说明 它能帮助你的终端用户收付款 更加的方便和安全 那它就能立刻get到一点 那我们也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Slack的API首页 它除了有Use Case之外 还有Use Case Tutorial 也就是说它把创建的步骤和场景 都非常清晰地列出来的 如果场景适配的话 我可能只需要稍微改一改代码 就能一键开发 这个就像是马里奥有了 我们的底薪Bug典满了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 让开发者产生性能认识内容 比如说Price Information Release Notes Rode Map等等 那么这个阶段应该避免的就是 过于技术细节的内容 还有偏市场宣传的材料 那么接下来 当开发者了解了 这是一个我对口的API 它就会到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Get Started 在这个阶段 它最主要的任务是 我想上手试试这个API 我想快速拿到 第一个Hower Word的结果 所以很多厂商会提供像这样的图文版的Quick Start 这种材料通常会有两个问题 首先 虽然你提供了步骤 但是开发者是要 根据你的步骤来搭建环境和准备材料 会比较麻烦 其次 它本质上还是一种静态学习 开发者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既能让他们轻松上手 试试产品 又可以让他们注意力集中的方法呢 有的 我们想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注意力最集中 我的第一反应是打游戏 在那个时候 我们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那我们能不能设计类似的内容体验呢 可以的 我们先来想一下 我们什么因素下 什么环境下会触发心流 一般来说会有这么几个 首先 你任务的挑战和技能需要平衡 不能太难 太难会引起焦虑 也不能太容易 太容易嘛 会觉得无聊 当你的技能和挑战相匹配的时候 你容易产生自信 就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然后第二 你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 来指导你进入到下一步 那么第三 一次只focus在一件事情上 还有第四 游戏还隐含了一点 就是玩的方式 它本质上来说还是the by doing 然后从右下角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 the by doing的流存率是75%排名第二 而the by reading 静态学习的方法的流存率是倒数第二 只有10% 那我们能不能把quickstart这一种 这种内容设计成一种动态的学习内容呢 可以的 可以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很丝滑的onboarding体验的例子 这个是strip的API文档 首先呢它是一个交互式的动态的学习环境 它提供了一个沙箱的环境 也就是说开发者不需要设置任何环境的工具 它直接在网页上就能用起来 另外呢它也采用了主流的左中右三列的呈现方式 让人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哪里 我能去哪里以及怎么去 那么其次它揭示信息的方式是渐进式的 也就是progressive disclosure information 中间的步骤随着你点击中间的任一个步骤 右边你的代码势力会跟着滑动 并突出显示成彩色 就是让人很清楚的知道你的任务进行到了哪里 除此之外 它还是一个实时的代码编辑器 也就是说你可以更改中间的步骤中的任一个参数 右边的代码势力也会跟着改动 那最后呢它还为多种语言提供了赤利 像这种保姆级别的学习环境 可以降低开发者上手的门槛 也可以提高他们任务的完成率 那么简单总结一下 在get started的阶段 我们要尽快的让它上手我们的产品 此时应该避免的是冗长的付费的流程 那如果他们上手了之后觉得还不错 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build and maintain 在这个阶段 他们要开始真正的开发测试和部署工作了 那他们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想继承多个API 什么办法最好的 运营和管理这些API的难度大呢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出错了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们大多会去看reference文档 刚才我们说了reference像一本葵花宝典记录了参数的所有细节 而实际上reference也是他们抱怨的重灾区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关于pad的API 我们先来看一下reference文档有什么问题 我来随机问一个同学 看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或者你觉得他没问题写的挺好的也可以 感觉一眼看上去好像没有抓住的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该怎么样去使用它 嗯 那就是去找一些例子 对 然后他的入餐和初餐感觉好像一眼也看不太出来 嗯 好的 谢谢您的回答 是的 他缺少了很多的context 首先他缺失了context word 比如说关于pad 虽然你不写开发者也能猜到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仅要写他们知道的 也要写他们 有时候不仅要写不知道的 也要写他们能猜出来的 来增加他们的确定性 第二就是你缺失了很多context word 比如说关于ID这个值 pad的ID 它的范围是应得64 我就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为什么一个ID的值范围要这么大 它可以是0或者是复数吗 它必须是唯一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要怎么验证呢 它是可选的还是必选的呢 如果可选的 我没有指定的话 它有默认值吗 如果有的话是多少 如果我没指定的话 它会报错吗 返回的错误代码 事例和解释又是什么 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都没有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它缺少context号 没有例子 所以我想开拓者看到那样的reference 可能和我们看到这样的translation的感觉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他们使用的技术 不了解他们使用的过程 无法像他们一样思考问题的话 你就很难给出有价值的内容 但如果你上手试过API 了解他们的使用过程的话 你就会写出这样的reference guide 这个例子还是street的 总体而言 它的写得非常好 首先它有简单的context award 尽管标题已经说明了这是一个关于支付的API 但是它还是用一句话来解释了它的概念是什么 增加了确定型 其次它有详细的context award 紧接着就说了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怎么处理 第三它有严谨的context award 针对支付这个金额 它给了单位 范围 注意事项等等 另外对于所有的参数也给了可选和必选 对于此参数也用折叠的方式来显示 这样建议不会让次要信息占据太大版面 也保证了信息的完整度 最后呢 右边还给出了context号 也就是输入和输出的例子 也很清晰地展示了 那像这样的保姆级别的学习环境的话 开发者就很容易跟得上 除此之外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交互物 比如说blog training knowledge base等等 那么来保证他们在开发整个过程中 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 那在他们结束开发之后 就会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selebrate 这个也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候 因为APP已经开发完成了 可以开始推广了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打造一些推广的渠道 比如说建立一个开发者社区 在这里他们可以提供版会 适用产品相互交流 而这种交流呢 也就是在生成大量的context 随着累积起来的context越来越多 他们也可以对社区做内容版本 那这个例子我们就跳走了 这个是spotify的开发者社区 然后除此之外 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借助 或者是利用其他资源来造势 比如说组织展会 邀请他们来做用户案例的分享 或者是在主流的社交媒体上 来发表文章对他们的价值做出肯定 那么以上就是开发者旅程的全部内容了 这张图是一个大致的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是分为六个阶段 这六个阶段呢 他们的任务和痛点和收益点都有不同 从最开始他们需要动力和信任 让他们了解并且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再到后面他们需要信心来愿意上手 试用一把 再到后面他们需要及时的支持 来解决开发过程中所有的问题 以及最后需要肯定来表扬他们的付出 而这所有的需求都可以通过高质量的内容来解决 那如果你的资源有限不能面面俱到的话 我建议至少产出三个内容 也就是 your case tutorial, quick start和 reference 这样可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功能 另外呢再简单延伸一点 如果你要针对同一主题 对开源和商业化都产出适合开发者的内容的话 要做一下内容策略的差异化 可以从这五个维度来考虑 比如说你的目标用户的水平 你的内容的目标 你的内容定位 内容的重心 还有内容的质量 那由于时间有限 我这就不展开说了 感兴趣的话 可以对我找得聊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简单总结一下 好的开发者体验 可以使开发者的工作变得更容易 而内容体验呢 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那怎么来设计呢 简单来说 有三步 首先了解开发者 开发者的原型 可以分成系统型 机会型和务实型 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 有偏向的做出文档设计 其次 我们要绘制出开发者旅程 他们有六个阶段 针对这不同的阶段 我们可以借助价值主张画部 来了解他们的工作任务 收益和痛点 最后呢 在进入了AIGC时代的同时 我们要更新思维 积极拥抱AI 以及坚持与这个世界 保持更多的连接和对话 坚持消除产品和开发者之间的 从Task的代步 然后来达到产品用户 还有自我实现的单影 那么现在呢 开发者有了目的地 有了导航 有了小汽车 他们可以开始开心的内容体验之旅了 那么你呢 你想给你的开发者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体验 好了 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这是我的二维码 欢迎大家 教我 教我捞科 然后我也参加了去年和前年的Apaq 分别有两个分享 去年分享的是如何给网站设计信息架构 前年分享的是如何给项目来制定内容策略 这两个Talk都可以在B站上看到 也欢迎大家随时观看和提出意见 好 谢谢大家 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我们这边内容创作者不是很多 有问题吧 好的 就是Tapping Writer 不是因为工作去日本开演设计的情况多吗 你也没有遇到过 我没有遇到过 而且开源范围内的Tapping Writer 也是小众中的小众 因为本身Tapping Writer 就是一个很小众的职位 在很多公司都没有设置 一般来说只有大厂才有 我们是小厂 所以我们的老板非常聪明 他们在公司成立之初的话 就知道Tapping Writer的重要性 包括我们向别人去介绍我们的职业是干什么的 别人也很难给得到 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做传销的 或者是只写说明书的 但实际上Tapping Writer很重要 因为你产品的内容实际上是你的第二产品 酒香也怕香味深 所以这个职位的建立和推广还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会活跃在各个单位的原因 也是为我们这个职业和我们的行业宣传和助力吧 谢谢你的问题 我刚才看你举了一些例子 是一些国际大厂的一些标本的一些文道 他们做得非常好 国内的一些耐力对参考 更加地区和更加地区和更加地区和更加地区的华语 如果是API的话可以看看声网的文道 他们做的已经很努力了 也欢迎大家看Pausal的文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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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有问题 有问题很大 但是就是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到 不会有企业在所谓的行事 这样做行事方面 就真的没有入行 或是能够做到这些 他们就算抄也抄不出来 因为他们很不知情 就是他们只是很热的房子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资源 面对这一些做资料的问题 比如说很几步 就是如果说 然后有监索的PVD文道商有的 但是就是 他们的名利是什么 比如说你们这个个人 或者你公司是什么 学习 以及其他厂商的行事 如果我follow你们的学习 我们一起把中国的这个文档 这个质量提升 所以我再想这个问题 谢谢Richard老师 问题是确实有很好的问题 关于我们是怎么学的 其实写文档和写程序一样 我们都不用照文字了 前人已经有非常多的 好的时间和philosophy 我们就可以follow了 比如说IBM的 我们其实很多的idea 都是follow他们的philosophy 他们已经用很成熟的一套方向 怎么来设计内容 怎么来设计内容 怎么来设计内容体验 这些我们都可以作为参照 包括我刚才的用户辱程 也是参照IBM的一些 老师您翻译的那本书 他发展体验的那本书上 他也是把它分成了不同的旅程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不能落地 可能大家在工作中 就是很匆匆忙忙的 六十分把它解决了 并没有想到九十分把它做好 所以我们也要经常摆心自己的工作 有没有做到的 谢谢老师 好的 感谢老师 没关系 糖 糖 糖 酱